日前,有记者拍到刘鸾雄与女儿刘秀英出行的画面,这也是她跟吕丽君分手8年来,首次与刘秀英同框,自从换肾后,刘鸾雄一直吃抗排吃药,身体很是虚弱,这次现身她的精神状态还可以,吕丽君女儿刘秀英穿着T恤和黑色长裤,造型很是朴素,一路上,刘秀英紧紧地牵着父亲的手,非常贴心,久违合体的妇女俩,画面非常温馨有爱,立正妇女关系破冰,和好如初了,当年吕丽君刘鸾雄闹翻后 刘鸾雄曾怒斥吕丽丽君教女儿刘秀英仇视她,导致刘秀英不愿再叫她爸爸,令她很是心痛,从那以后,吕丽君就很少让子女见她,直到去年吕丽君破产求助刘鸾雄,吕丽君才给她与子女多见面,刘鸾雄把所有身家都给甘比及其子女了,对此刘鸾雄做出了澄清,承诺自己的财产不仅会分给甘比及其子女,保永琴的子女和吕丽君的子女都会有